一个地方的年轻人就是一个地方的希望 最近香港公布了第一季度的经济发展报告 GDP增长7.8% 让许多人看到了希望 香港过去10年经济发展确实太慢 目前在经济总量上已经步入深圳了 现在香港经济结构太单一 严重依赖于金融跟贸易 在科技创新上严重不足 香港经济要找回当年的辉煌 必须依靠香港的年轻人 幸运的是我们看到了香港目前有一批优秀的年轻人 其中最有前途的年轻人应该就是何鸿燊的儿子何有龙 跟霍英东的孙子霍启刚了 何有龙无疑是香港未来的商界领袖 在很多人眼中何有龙的能力可能不如郑玉彤的孙子郑志刚 不过何有龙如今的成就 九成是靠自己努力来的 只有一成是靠了父亲何鸿燊 郑志刚的成功则是五成靠自己 五成靠爷爷郑玉彤 所以从这一点上说 何有龙的能力其实还在郑志刚之上 至于刘明伟的话 虽然能力不错 但是他必须先证明自己 刘明伟至今还没有自己的势力 何有龙确实被大大低估了 他出生于1977年 五岁就跟着母亲去了加拿大生活 直到大学毕业才回到香港 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何有龙性格非常低调 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何鸿燊的儿子 有多了不起 在一国他乡孤单的日子 练就了他的耐心和独立 何有龙如今是身家200亿的博彩大亨 他控制的新豪国际是澳门第四大的博彩公司 而且发展势头非常不错 何有龙投资的60亿建设的摩帕斯酒店 更是被誉为经典之作 何有龙回到香港之后 先是在证券公司当实习生 当时何有龙整天是在给别人短茶倒水 非常低调 看到儿子如此努力 何鸿燊也有意考考何有龙的能力 于是他就自己名下的一家亏损餐厅交给了何有龙 这家餐厅是珍宝海鲜餐厅 看到俱春池电影《食神》的应该就有印象 何有龙当时接手的时候 这家餐厅还非常小 而且一直在亏损 何有龙用了四个月去尝试新菜 帮餐厅推出了非常多的菜式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经过了何有龙的努力 珍宝餐厅成为了香港的海鲜王国 成为了许多人童年的回忆 2001年澳门博彩业改革之后 何有龙在澳门投资了不少的饺子机 还把这些机器放到了澳门很多商场 酒店 便利店 让游客随处可以玩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赚到了不少钱 之后何有龙更是冒险联手了澳大利亚的财团 拿出了9亿美元 收购了永利手上的赌牌 并且入住了新豪国际公司 几年之后 新豪国际还成功上市了 何有龙一跃成为百亿富豪 新豪国际巅峰的时候 一年可以赚到几十亿的利润 最近几年发展也非常稳健 其实已经超越了何鸿燊的奥伯了 何有龙今年才44岁而已 其实他人生的巅峰还没到 估计在给何有龙20年的时间 他肯定可以成为香港首富的 霍启刚跟何有龙 其实关系也是非常深厚 霍启刚的爷爷霍英东 跟何有龙的父亲 何鸿燊是好朋友 两个人一起开创了澳门博彩业 同时 霍启刚的父亲霍振廷 跟何有龙的姐姐 何超英 曾是青梅竹马 霍启刚的弟弟 霍启山 跟何有龙的妹妹何超连 则曾经有一段情 霍启刚是霍英东的弟长孙 从小就是被家族寄予厚望 最近霍启刚的妻子郭晶晶 罕见参加了香港复联的一个活动 跟众多名媛在一起 引起了巨大的关注 霍启刚宣布从政之后 郭晶晶估计会开始增加自己的社交时间 为霍启刚积攒人脉跟力量 拉拢更多的名媛贵妇支持霍启刚 在许多人眼中 霍启刚未来非常有可能成为特首 他的能力 家世 人品都非常好 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经验 霍启刚的年纪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如果他持续进步 下届肯定不行 但是下下届的机会就非常大了 趁着董家的影响力还在 霍启刚确实有机会 霍启刚的爷爷霍云东 一生为国为民做了许多的好事 霍启刚的父亲霍振廷 也为中国体育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霍启刚自己也正向着爷爷跟父亲的方向前进 霍启刚从小就是一个大学霸 但是以满份的成绩考入英国的牛津大学 毕业之后 霍启刚就回到了香港创业 开了自己的咨询公司 霍云东去世之后 霍启刚开始进入家族公司工作 他跟弟弟霍启山 如今都是霍云东集团的总裁 负责南沙香港的生意 不过霍启刚早开始学习父亲在体育界发展 担任了香港多个体育协会的会长 南京青奥会的时候 霍启刚也是中国香港代表团的团长 霍启刚在体育界工作 其实早就是为了进入政界做准备了 为了进入政界发展 霍启刚也选择了郭晶晶这样一个女孩子当妻子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样霍启刚在内地的口碑提升非常快 霍启刚夫妻确实是非常低调 这几年非常圈粉 从上到下的口碑非常好 很多人也支持霍启刚从政 从民间到高层都有这样的意思 霍云东当年曾经帮了董家一个大忙 董浩云去世的时候 留下了负债200亿的东方海外公司 霍云东当时给了东方海外注入了十几亿的美元 帮助东方海外成功重组 这才有了董家的后人 董先生当年竞选成功 也完全是霍云东支持的功劳 霍云东大工无私 支持董先生 也不支持霍振亭 也是让人佩服 霍振亭为人和善 他可以做体育 却不能玩政治 这一点霍云东最清楚 不过也可以说是霍家的遗憾 希望霍启刚可以努力弥补这个遗憾 如果霍启刚有机会成功竞选 希望在他的努力下 可以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局面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香港最幸运的女婿 岳父把千亿产业留给她 她每年收租120亿 大家都知道香港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城市 很多著名的企业老板和富豪们都聚集在这里 比如李兆基 李嘉诚等大佬 早在40多年以前 英国人控制着香港 著名的颐和洋行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局势闻名 很多人都知道这家银行 颐和洋行的老板当年控制着九龙仓 后来李嘉诚用并购的方式把九龙仓收入了囊中 其实九龙仓在几十年前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码头 但是李嘉诚却展现出了超前的发展眼光 他赤巨资买下了20%的九龙仓股份 散户们看到李嘉诚买了这只股票 因此他们也跟着购买 因此九龙仓的市值开始上涨 这个时候李嘉诚抓住机会准备回购人们手里的股票 然而李嘉诚手里还不到30亿元 根本无法拿下九龙仓 就在这个时候 世界传王鲍玉刚出现了 当时他的资产达到了300亿 而且李嘉诚还管他叫大哥 因此李嘉诚就主动找到包玉刚 希望他能够帮助自己拿下九龙仓的控制权 其实包玉刚早就看上了九龙仓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他就将30%的九龙仓股份占为己有 一举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李嘉诚也把手中的九龙仓股票卖给了包玉刚 包玉刚为了回报李嘉诚 把和气黄浦的收购权让给了李嘉诚 也就说包玉刚用和气黄浦从李嘉诚手中换来了九龙仓 包玉刚一生没有儿子 不过却有四个女儿 他们都嫁给了一个外国丈夫 在四位女婿当中 包玉刚对每个人都给予了厚望 大女婿叫苏海文 是一名律师 包玉刚把一部分航运事业交给他管理 他的妻子叫做包裴庆 是教育行业的领军人物 他凭借自己的实力创办包玉刚学校 很多富豪都把子女送到这里上学 二女婿叫做吴光正 她也是包玉刚最器重的女婿 包玉刚交九龙仓留给了他 让他自由去发展 吴光正接受九龙仓以后 将其逐渐改造成了海港城和时代广场 凭借着两个地产项目的租赁生意 他每年都能拿到120亿的租金收入 如今吴光正已经坐拥上千亿资产 其实包玉刚家族 还有很多隐藏的项目没有公开 外界估算包玉刚家族的总资产 已经达到上万亿 实力超越了李嘉诚家族 而吴光正如今也成为了包玉刚家族的代言人 因此毕竟包玉刚没有儿子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